欢迎回到极客湾 我手上这两台就是全新的iPhone 13和iPhone 13 Pro Max 我相信它的外观、重量、颜色之类的东西应该是不用我来介绍了 我们最想知道的就是里面这颗A15处理器的表现 这台最让人吃惊的是库克也学会了老黄祖传的刀法 虽然都叫A15 但只有iPhone 13 Pro系列是真正的满血型号 搭载了5核GPU 然后iPhone 13阉割成了4核GPU 这种差异在iPhone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A15的性能如何 功耗如何以及两种A15差距有多大 那么开始测试之前呢 我要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全新测试流程 我们的测试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是极限状态下的峰值性能和模拟日常状态下的持续性能 在峰值性能的部分 我们会使用散热配夹让SoC跑出理想的性能 尽可能减少由于手机散热带来的性能问题 来看看SoC理论的性能表现 为了得到准确功耗 我们从这次开始会引入全新的功耗测试方法 这是一个USB电流计 通常我们会用它来测试充电功率 但在手机充满电的情况下 它测出的功率就是手机的整机功耗了 使用电流计测功耗相比软件采样率高得多 所以数据更精确 在此基础上减去屏幕功耗 我们就能计算出一个相对准确的平台能耗比 峰值性能测试分为CPU和GPU两个部分 分别使用Geekbench 5和GFX Bench Astack Room进行测试 每轮测试跑三次 在代表CPU性能的Geekbench 5当中 得益于精确的功耗数据 我们就可以对Geekbench的每个子项功耗进行分析 得到一个非常详细的功耗曲线 通过这条曲线 我们就能分析出Geekbench 5下每款SoC单核与多核的平均功耗 进而计算出每款SoC的能耗比 代表GPU性能的GFX Bench此项里 我们使用1440p分辨率的Aztec Ruin离屏测试 同样使用USB电流计来记录功耗 以此来计算能耗比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看CPU 打开Geekbench 5 你会看到A15的频率变成了3.23GHz 虽然说A15也是使用台积电5nm工艺制造 但这个5nm应该是优化过的N5P工艺 如果你不理解的话 你去想想英特尔的那个14nm++++你就懂了 对吧 在Geekbench 5的CPU测试当中 极限状态下 iPhone 13 Pro Max里面这颗A15 跑到了单核1741分 多核4908分的成绩 不过你会发现 iPhone 13的这个A15就只能跑到4801分 这并不是因为iPhone 13里的CPU缩水了 而是由于机身大小的不同导致散热问题 即使他们都使用了散热背夹 也没有办法完全抵消机身大小不同带来的散热性能差异 A15的极限性能相较于上一代的单核提升了8% 多核则是提升了15% 成功干掉了A12Z 但你简单算一下就会发现 它和A14的同频性能其实并没有差别 和同为3.2GHz的M1的单核成绩几乎是相同的 这也是苹果历史上第一次CPU大核IPC原地踏步 但对于手机SoC来说 比性能更重要的是能耗比 A15大核的最高锐频是3.23GHz 在Geekbench 5当中 A15在性能进步的同时 功耗相较于A14几乎上涨了1.9W 单核功耗也高出了0.8W 这个能耗比甚至比起A14的CPU部分反而有所降低 看来超频带来了更高极限性的同时 也带来了更高的功耗 这个说明了两件事情 一是这代CPU的大核架构肯定没变 二是台积电N5P在高频下的能耗比并没有强太多 难道A15的能耗比真的还不如A14吗? 是苹果骗人? 别着急啊 光看极限功耗可不行 我们还得看看日常使用下 也就是中低频下的能耗比 那可是中低频该怎么测试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省电模式 看看会发生什么 开启省电模式之后 A15的单核和多核性能比起A14都有提升 省电模式下 A15跑出了单核721多核3519分的成绩 这个多核成绩已经接近骁龙888了 但此时A15的功耗却只有3.62W 那你只看数字可能还不够直观 我给你们看一张图 这个是高通骁龙888的功耗曲线 而这是A15省电模式下的功耗曲线 分数接近的情况下 这两位的能耗比差距 已经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但A15的省电模式是怎么实现这么恐怖的能耗比呢? 我来给你分析分析啊 在A14的iPhone12系列上 开启省电模式之后 系统将会将两个大核降到1.3GHz 然后让四个小核以满血频率运行 在A15上 苹果依然延续了这个策略 不过让两个大核相应的跑在了1.4GHz 小核同样是满血运行 因此我们去用三个Walker的成绩 去减去两个Walker的成绩 就能够得到一个小核所带来的性能增益 561分比起A14的471分带来了19%的小核提升幅度 抛开多核并行的性能损耗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认为 每个小核性能比A14提升了20% 我们在用省电模式下的全核成绩减去只开启大核式的成绩 就可以发现 A15的四个小核全跑满时 比A14的四个小核强了14% 对于小核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提升了 能耗方面 我们先来看看只开大核的情况 省电模式的A15比A14频率高了0.1GHz 性能也有相应的提升 但此时的功耗其实更低了 这说明台积电的N5P工艺在日常使用的中低频率下 的确为A15提供了更优秀的能耗表现 而我们进一步对比小核素的能耗比 我们用省电模式下全核下的功耗减去只开大核的功耗 就得到了小核素的大致功耗 可以看到小核部分的功耗变高了18% 我们刚刚提到小核素的性能提高了14% 所以算下来能耗比其实是下降的 也就是说这次苹果在小核的调教上更激进了 我们总结一下A15的CPU部分 它就是换了加强版台积电N5P工艺的超频版A14 架构没换 系统级缓存增大了一倍 注意 这个缓存并不能够简单看作L3缓存 因为这个缓存不仅要服务CPU 还要给SoC里的各个部分使用 它有点像AMD在显卡上的无线缓存 缓存的增大会显著的影响游戏性能 这点相信你们在Zen3上都已经见识过了 待会省电模式下的原神表现 你们就会看到疗效 可以说 A15的CPU部分只是A14的小修小补 但台积电N5P工艺 为它带来了更优秀的日常负载能耗比 当然A14本身相较于A13就有着非常大的CPU进步 而且这个架构也是目前各种架构里的IPC之王 所以人家确实有挤牙膏的资本 就像当年也曾独孤求败的英特尔Skylake一样 AMD愣是追了4年才在Zen2的时候追上来 但我只希望苹果未来千万不要向英特尔学习就行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GPU部分的表现 我们使用GFX Bench来测试A15 GPU的峰值性能 和A14 CPU大幅进步 GPU挤牙膏的表现刚好相反 满血版A15的GPU提升幅度相当大 瞬间让我想起了当年的A12 1440P 54帧 1080P 147帧的表现 几乎比起A14有着35%以上的提升 考虑到A12目前的情况 A15很有可能会成为新的定字户 显然这些手机SoC已经不是满血A15的对手了 所以我们请出A12X、A12Z和M1 你可以看到满血A15的峰值性能已经介于A12X和A12Z之间了 A12X终于终结了它的不败传说 手机SoC站起来了 不过你们也知道 A15可不止一种版本 iPhone 13上的4核GPU A15跑出了1440P 45帧 1080P 126帧的成绩 这个成绩比起A14 大概有着10%-15%的提升 从性能提升来看算是差强人意吧 和满血的A15相比 这颗4核版的A15 少了20%的核心规模 性能上也确实差了20% 不知道库克是不是从老黄那儿学来了一手好刀法 但是移动端只有绝对性能是不行的 不然你让老黄把3090塞到手机里面 至少在一秒内它就是天下无敌的 难怪下一秒可能就涨了 在GPU能效比的表现上 A15相较于A14可谓是大幅进步 5核满血版的性能大幅提升的同时 功耗和A14几乎没有区别 4核版的A15则有着更低的功耗 考虑到没更换架构的CPU能耗比的进步幅度并没有这么大 我们有理由相信 A15的这颗GPU应该是换架构了 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省电模式下的表现才是A15真正恐怖的地方 开启省电模式之后 满血版的A15跑出了1440p 34帧 1080p 96帧的成绩 与此同时它的功耗只有3.0瓦 这个性能几乎相当于满血状态下的A13 比起满血的828甚至还要再强出15%以上 功耗却只有828的大概三分之一 即使是残血版A15开启省电模式之后 也得到了1440p 31帧 1080p 88帧的成绩 功耗也同样是3.0瓦 那看起来苹果在省电模式下并不是定屏 而是定功耗 不管是满血A15还是残血A15 能耗比都超过了88的3倍啊 3倍啊 啊 这一波是得到了皇室宝刀真传的厨子杀疯了 跑完了峰值性能测试 我们再来看看两颗A15的持续性能 首先我们来跑一下光明山脉 iPhone 13 Pro Max上的A15 降频策略很像12 Pro Max上的A14 只是不管是测试开始的时候 还是降频之后都变得更强了 开始的时候可以跑到50帧 10分钟之后最终降频到32帧附近 这个时候功耗维持在4.4W左右 平均帧38.3帧 而iPhone 13上的A15开始时可以跑到40帧左右 但毕竟规格低发热也低 iPhone 13上的A15要更坚挺一些 在10分钟结束时降频到30帧左右 其实降频后反而没比13 Pro Max低多少 这说明这代iPhone的散热设计还是老样子 开启省电模式之后 两台机械都按照4W的目标功耗去跑 10分钟的测试里不管是性能还是功耗都没什么变化 不过高规格核心在同样的功耗下还是展现了性能优势 13 Pro Max上的A15跑出了34.3帧的平均帧 而13上的A15跑出了32.1帧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接下来是你们最期待的知名手机3D性能测试软件 原神 你也许知道原神在iOS上和安卓上 分辨率和特效等级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能无脑开最高进行测试 这样对比其实不准确了 所以这次我们也还是先按照惯例 先来数个毛 最高线程度 iPhone 13和13 Pro Max 我们数了一下 分辨率和去年的12 Pro Max是一样的 都是1601×740 这个分辨率比起安卓端略微高一点 但如果我们把渲染精度降到中 iPhone 675P反而就比安卓高不少了 反而iPhone在低渲染精度下的分辨率会比较接近安卓的中 除了分辨率 两边的特效等级也不一样 当安卓端开到最高特效时 基本上相当于iPhone上后期效果和场景细节各降一档的画质 所以我们这次测试会对比高和中两种画质下它们的表现 分别是基于安卓端的最高画质 以及安卓端的中画质 首先是高画质的测试 这个测试在25度室温 300尼特屏幕亮度 无空调风直吹的条件下进行测试 如果我们只跑10分钟 13 Pro Max就会直接跑出一根60帧的直线 几乎没有波动 不过在7分钟的时候也出现了降亮度的情况 这个表现其实让我想起了当年的A12Z 看来我们这个原神测试有点太轻松了 那这样好了 我们直接跑半个小时 10分钟后 13 Pro Max的CPU占用力上升了 这说明CPU开始降频了 但帧数几乎没有影响 GPU占用力也没有变化 那是A15太强了还是原神压力不够了呢 我们继续跑 测试来到了18分半 13 Pro Max终于出现了帧数波动 这个时候的帧数曲线看起来 就像是刚刚开始测试的时候的888和麒麟9000 那只是这个时候的功耗 大概相当于他们跑同样帧数时的一半 可以 这很环保 那当时间来到22分钟左右的时候 13 Pro Max终于也绷不住了 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帧数波动 这一段一直到结束的平均帧大概是50帧左右 那看来13 Pro Max还是没法撑过原神高画质30分钟的柔力 不过比起12 Pro Max已经有明显的进步了 然而当我们试过省电模式之后 我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众所周知 省电模式才是iPhone的游戏模式 在去年的12 Pro Max上 开了省电模式的A14就能以非常低的功耗跑到安卓旗舰的流畅度 但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A15的省电模式还要更强 这点在原神中也得到了验证 A15的省电模式帧数甚至比不开省电模式还要高 测试的前20分钟直接保持了一根直线 从CPU和GPU的占用率来看 也没有任何降频 稳如老狗 23分钟之后也有点绷不住了 出现了很多小卡顿 不过你只要传送去别的地方让它喘口气 它又会恢复到60帧 这个表现还是挺强的 但比帧数表现更强的是功耗表现 最高画质30分钟平均整齐功耗3.8瓦 简直离谱 省电模式下的A15在帧数更高的同时 功耗却只有骁龙888的一半多点 这个表现让各位驯龙高手们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我真的很为高通年底的旗舰感到担忧 从这个表现来看 可以说满血的A15已经基本上征服了原神 但青春版A15的表现就没有这么夸张了 前面8分钟由于还没有降频 这颗4核的A15凭借着强大的峰值性能 也能维持在和满血A15一样的流失身 然而少一颗GPU它的功耗居然和满血版差不多 要知道iPhone 13的屏幕还要更小呢 这意味着青春版的功耗并不比满血版低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看了一下GPU占用率 啊 青春版的占用率更高了 这就说得通了 哪怕跑一样的性能 满血版也要比青春版更从容 此外 因为13的机身更小 所以能坚持的时间也变短了 7分半之后 CPU和GPU都降频了 你会发现GPU有时候甚至会跑到100%的占用率 CPU的占用率也有了显著的上升 不过帧数上还是能够勉强维持在60帧的 那比A14的表现还是好了不少 到13分30秒之后 你会明显看到GPU的占用率越来越高 这说明GPU已经吃不消了 一直在缓慢降频 在这个状况下 iPhone 13的小机身加上青春版A15 就和13 Pro Max的大机身加上满血A15 拉开了差距 这个周的平均功耗只给到了3.5瓦 看来苹果在这一代机身上 整体的功耗策略都是偏保守的 即便如此 iPhone 13在原生中的整体表现 依旧是除了13 Pro Max以外最好的 即使是青春版A15能耗比也很优秀 除了性能表现 我们也测了一下机身温度 iPhone 13系列的两款机身 温度都要比起12 Pro Max要略低 但发热位置还是原来的配方 Mate 40 Pro也是46度 它会反复在60帧和40帧横跳 所以会热一会儿再降会温 所以在这次的机型里面不算很高 但它最热的位置 恰好在打游戏的时候会贴着手心 有点难受 至于888的Mate 18 Pro 不愧是最刚888之一 手感还是相当火热 开启省电模式之后 两台A15机型温度都有所下降 省电模式果然是永远的神 不过据我所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大多数正经玩家 并不会开全高在手机上玩原神 如果是大家更常用的中画质 A15的表现又会如何呢 我们把iPhone调到安卓的中画质 再来跑一次 此时A15的表现 只能用杀疯了来形容 不管你开不开省电模式 不管是哪款A15 都是全程60帧一根直线画的天花板上 简直是在嘲讽在场的其他SoC 是不是没吃饭 如果你不开省电模式 两台新iPhone30分钟的平均功耗都不到4W 开启省电模式之后更是只有3.2W 这可是2.1版的原神 比起一年前压力还要大成不少 更有意思的是 如果我们在A14上开省电模式 因为CPU不够 还是有不少零星小卡顿 但A15就不会这样 明显是流畅多了 看来A15这缓存是没白价 在中化之下 A15绝对算得上是征服了原神 可是A15也太强了吧 难道iPhone13就可以灭世原神了吗 当然不是 iPhone13也有它的软肋 因为这次我们引入了一个极为恐怖的测试 我们把室温提高到30度 插上SIM卡 打开5G 画质拉高 屏幕开到300nit亮度 耗它个30分钟原神 这个压力可想而知 在这个变态测试里面 我们用来测试的888机型 甚至由于扩热已经跑不完了 机身温度更是飙到了57度 这是人跑的测试吗 在这个压力下 iPhone13终于还是败下阵来了 由于双层主板散热百烂 iPhone13 Pro Max跑到最后只有30帧不到 就算开了省电模式 它也跑不到40帧 iPhone13跑到最后更是只有十几帧 看来这代iPhone的散热问题还是老样子 一旦你开启5G 在玩极高不载的游戏 iPhone这个散热就原形毕露了 如果A15能够配上一块军热板 那将绝杀 可惜配不得 测试做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 你一定也好奇 A15在我们的SoC PK榜单里能排到什么位置 那我们现在就揭晓答案 满前A15已经超过了A12X 青春版A15则稍微高过iPad Air 4上的A14 更多性能数据大家可以在我们的SoC PK.com上自行查阅 这个中秋假期我们团队是一天都没过上 为了能早点把性能测试干出来 只有三天时间赶这个首发的时间窗口 我们真的就差通宵三天去做视频了 所以给我们一个素质三连不过分吧 那么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